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有人请了一位有名的演讲家来拍摊 一位老牧师建议拍摊四篇二十三篇 出名的演讲家说 一座我拍摊以后 请一位朋友来拍摊一遍 这样 他会根据起路的声音 拍摊到十分的档天 这条专业的档生 接下来 转到老牧师背摊 无条平平无出色 摊了以后 还没听到档生 可是 在座的人 无一切无感动到老牧师 还有真多人 争取阿涛感恩 没得到 出名的演讲家 心来激动的说 朋友啊 我拍摊时 只接触到 您的肥肝和目标 你这位朋友所拍摊的 轻轻地忘掉您的心 您之间的差别 在于我只是人败 四篇二十三篇 你一较人败 那位目标 这一较人败 四篇二十三篇 担到英文 安慰 高丽的基督 真正挑动了 历大千万的信徒 的心神 帮助了 无所的信徒 耶和华是 你的目标吗 有了你 你又欠欠什么呢 我们三次来基督 要花我们的相帝 你是我们的好目标 你讲应我们所需要的 让我们不得欠欠 你是我们的道路 咱一路上的保护安慰 死命中有你的当代 我们就平安 而无所欠欠 主啊 你给我们的欠欠 满意 我们一生一世 都有你的恩惠 主爱 随着我们 感谢你 求你帮助我们 全心拥来你 我们带你 去到我们近你的面 的时尊 基督是向主要 所基督的名 阿们 阿们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 字幕志愿者 杨茜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